男人被车撞后 肇事司机却选择了逃逸 几天后 一个剧组在拍戏时 在垃圾场里 扒出了一具尸体 众人迅速报警 警方赶到现场 法医通过对尸体的初步检查 发现死者头部有被严重击打的痕迹 从伤痕来看 是被盾气反复击打所致 初步判断是颅内出血导致的死亡 根据死者身着名牌这一特征 看他不像是会出现在垃圾场的人 这里应该是抛尸地点 并非案发第一现场 尸体周围有很多相似的足迹 比较密集 极有可能是凶手留下的 另外 在死者身上找到了一个证件 上面显示男人名叫马光 将尸体带回局里后 通过解剖 可以确定 死者头部经过两种盾气击打 能确定的是一种凶器式砖块 另外一种暂时无法确定 但从窗口留下的袖迹来看 应该是铁器 根据死者身上的诗般推测 他死于四天前 在死者的衬衫领口 发现了一块油渍 经过调查 同时也是本事有名的 飞翔汽车俱乐部的成员 这个汽车俱乐部的成员 都是超级汽车发烧友 热衷于各类汽车的改装 郭队来到马光工作的贸易公司调查 据马光助理所说 马光没有女朋友 也没有仇人 平时的朋友基本都是俱乐部的人 马光特别喜欢改装车 赚的钱都被他改装车了 帮马光改装车的王力称 他最后一次见到马光是上周末的下午 他让自己洗完车后 加满油 说要出去见一个朋友 当时离开的时候 是开的一辆汉轰 马光有好几辆改装车 汉轰是上个月刚买回来的 平时喜欢开的就是那辆汉轰 经过比对发现 在马光公司采集到的汉轰车折印 和垃圾厂附近的车折印一致 数同一辆车 马光死了 但现在这辆汉轰也下落不明 小猪推测 这很有可能是一起杀人劫车的案子 郭队却认为现在下结论还太早 但小猪已经去车馆所调查过了 根据车号注册 那辆汉轰车的车主并不是马光 而是一个名叫李鸿运的人 李鸿运得知汉轰下落不明 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 那辆汉轰是进口的 在他心里的价值不可估量 光改装一个动力提升就花掉了十几万 并声称车子不是自己卖掉的 而是一个多月前借给马光的 说话间 李鸿运妻子来跟他商量离婚分财产的事 二人一言不合就动起手来 得知众人是警察 女人直呼李鸿运是杀人犯 他为了那辆汉轰 连儿子都不顾 导致了悲剧发生 原来是半年前李鸿运带孩子去钓鱼的时候 接了个朋友的电话 说来了一套新的汽车导航系统 就一台 自己担心被别人先买走了 就想让儿子跟自己一起去看看 但钓鱼正在信头上的儿子不敢去 李鸿运就交代儿子在水库边等自己 可几个小时后 再回来的时候 儿子已经被淹死了 郭队不解 既然他那么宝贝这辆汉轰 为什么要借给马光呢 李鸿运称是马光一直缠着自己要借车 自己又和他是好朋友 默不开面子 就借了 但郭队思来想去还是觉得李鸿运在撒谎 像他这样的人试车如命 为了买汽车附件把儿子的命都大手 车对他意味着什么 他这样的人 怎么可能把车借给朋友 而且一借就是一个月 他和马光之间 绝不会那么简单 果然如郭队所说 小徐在搜查马光办公室的时候 发现了一张抵押单 上面的内容是李鸿运公司欠马光公司一百万 李鸿运把汉虎车抵押给了马光 上面有一个条款式 自抵押之日起一个半月 若李鸿运不能偿还债务 汉虎车自动过户到马光名下 李鸿运果然撒了谎 郭队将他迅速传唤到局里 李鸿运承认抵押协议是自己签的 并称只是正常抵押 自己已经有钱赎回汉虎了 郭队却自顾自的说着自己的发现 在他家的鞋架上 发现一双鞋的鞋印 和马光尸体旁边的鞋印相符 但李鸿运却坚称没有杀人 是自己把他的尸体拖到垃圾场的 但没杀马光 说完把事情的经过详细讲了一遍 李鸿运称上周五 自己没有筹到钱还债 便想跟马光谈谈 二人约定到郊外的湖边钓鱼 跟马光商量着看能不能再宽限些时间 毕竟自己实在舍不得汉虎 却被马光一口回绝了 他称按照合同办事 如果到时候还不上钱 汉虎就是他的了 李鸿运跟他大吵一架 一气之下便离开了 但转念一想 还是舍不得自己的车 吵架也解决不了问题 后来又回到了河边 但河边没人了 汉虎还在路边 打开车门的瞬间 马光就倒了下来 以为他已经死了 正想报警 却看到他的小手指动了动 看他还活着 便立刻开车想把他送到医院 可走到一半的时候 他突然倒了下来 一叹鼻息 他已经没气了 担心没有证人自己说不清 而且马光一死 自己的汉虎车就能回来了 还不用还他钱 一举两格 便开车把马光的尸体扔到了垃圾场里 汉虎车藏到了朋友呢 并再三强调 马光并不是自己杀的 希望警方能找出那个杀马光的凶手 还自己清白 经过对汉虎的详细检查 发现车被仔细清洗过 但小徐还是在脚垫下面找到了一些沙力 这并非一般的沙子 而是铁沙 这种沙是不会被鞋底带上车的 通过对河边的仔细调查 在不远处的桥下 发现了一件带油污的工作服 经过检测 工作服上的油污 和马光衬衫上的油污相同 也就是说 这件工作服的主人和马光有过近距离接触 结合马光脖子上被勒过的痕迹 小徐推测 或许是凶手杀了马光后 担心他还没死 就用手臂勒紧了他的脖子 这样他手臂上的油污就留在了马光的衣领上 从衣服的尺码来看 并不属于李洪韵 小徐还在工作服的口袋里 发现了一张油证储蓄的转账平单 由于水洗过很多次 字迹已经非常模糊 需要进一步鉴别 另一边 小光已经对工作服上的污渍进行了分析 上面的污渍为皮树油 这种油 多用来制造家具等 而汇款平单复原后 显示上面的人叫李达 这人有过盗窃前科 且原来从事的职业是木匠 李达很快被带回局里例行询问 他确认衣服是自己的 但已经丢失好几天了 案发时间在宫棚睡觉 宫有老王可以作证 在他的床铺上找到了一本杂志 上面的封面就是汉虎车 李达称杂志并不是自己的 而是从老乡王辉那里借来的 经过指纹鉴定 确定李达并没有撒谎 他的指纹主要集中在有汽车模特的页面上 但这本杂志里 只要有汉虎汽车的页面上 有一个人的指纹非常集中 明显看过很多次 这个人应该就是李达说的 他的同乡王辉 一个农民工买这么贵的汽车杂志看 一定有问题 而且专挑有汉虎车的页处看 问题就更大 王辉领导表示王辉是个老实人 人勤快 话不多 来这里当搭运工已经两年了 年初出车祸 被一辆车撞断了腿 开车的跑了 他没钱 治了一段时间就耽误了 落下了残疾 右腿虽然瘸了 但他自尊心很强 非常有毅力 给右腿绑上沙带 靠沙子的重量保持两条腿平衡 郭队立刻想到了汉虎车脚垫下的铁沙 这个王辉或许就是杀害马光的凶手 果然 在王辉的住处调查时 发现他沙带里的沙子 和汉虎车脚垫下的铁沙相同 王辉很快认了罪 称马光确实是自己杀的 他的汉虎车撞断了自己的腿 却不顾自己的死活 驾车逃逸 自己身上没钱 落下了残疾 当时报警后 却没查到是谁 于是便下定决心自己找 凭着记忆急翻看汽车杂志 发现撞自己的是汉虎车 每天干完活 都去大街上找车 这种大海捞针事的寻找 果然被他找到 既然你找到他了 为什么不向他索赔 赔 警官 怎么赔啊 我是从农村出来的 我上过高中 我想出去打工挣点钱 学点啥子干点啥 可自从那次被撞了以后 就全完了 谁敢愿意用一个腿瘸的人 我就腿上绑着沙带拼命地练 让自己走得稳当点 不是为了图好看 是为了活命啊警官 有一次李达到自己那去玩 他落下了工作附和奔 带着这两样东西来到他长钓鱼的湖边 借着二人争吵的时候 躲进车里 马光准备开车离开之际 用奔砸死了他 郭队疑惑 既然他有奔为什么还要用砖头砸呢 王辉却一头雾水 称自己并没有使用过砖头 既然他都承认了杀人 没必要再隐瞒什么 郭队大胆猜测 或许这个案子还有另一个凶手 果然 警员们在垃圾场一番搜寻后 找到了一块带血迹的砖头 经过检测 血迹属于马光 那没有可能用他杀人的 只有李鸿运了 见隐瞒不下去 李鸿运只能说实话 当天把他带到垃圾场的时候 他已经没了呼吸 但自己放下尸体 刚要离开 马光就抓住了自己的裤脚 还让他救救自己 但一想到自己的汉胡 便心意横用砖头反复砸他的头部 把他砸死了 李鸿运信誓旦旦地称 自己只是杀了一个已经死了的人 但他为了车 已经害了儿子 毁了家庭 还撞残了李鸿 肇事逃逸 导致他错杀了马光 而真正杀了马光的人 却是他这个所谓的好朋友 这天警方接到两个钓鱼老报警 撑在河里钓上来一具尸体 警方立即封锁了现场进行勘察 法医经过对尸体的初步检查 发现死者年龄在25到30岁之间 体重65公斤 身高1米73左右 体表有淤血 生前曾有过与人撕打的迹象 死者的手指短粗 掌心有厚厚的老茧 推测是个从事体力劳动的人 死者身上没有任何能证明他身份的证件 小河也没有在现场找到有用的线索 通过对尸体的解剖 死者没有内伤 死因为溺水死亡 根据为内容物分析 死亡时间大概是昨晚的9点到10点之间 死者生前曾经喝过酒 吃过羊肉和辣椒 另外 很重要的一点是 死者并不是在这条河里溺死的 因为发现死者的河中 浮游生物和藻类有很多 但死者的气管 鼻腔 肺部及胃内都没有发现这些物质 很明显死者是被人在别的地方溺死后 又遗失到了这条河里 梦队恍然大悟 难怪在死者身上和河边 没有找到任何有用的线索 凶手在抛尸前应该就拿走了死者身上的东西 现在只能寄希望于 检测死者体内残留水质的小光 希望他能找到与死者溺壁水源的相似地方 但小光通过检测 发现死者溺壁的水里 不仅含有大量的氯离子 居然还有微量的B型人血 但死者是B型血 河水里不可能含有这些成分 死者应该是在一个容器里面被溺壁的 这个B型血应该是凶手的 通过水质检验及自来水中心提供的线索 发现这个含量的氯离子大概分布在西北区域 通过水中的微量元素来看 水质没有经过水箱储存 应该是六层楼以上 属于自来水直接供水 梦队猜测会不会是游泳池的水 便安排小河带上死者的照片 去西北区域走访调查失踪人口 特别针对建筑工地 人群密集的社区 泳池等 但小河小区跑了一整天 都没发现任何有关死者的线索 梦队突然想起 还有一个高级公寓没有调查 或许这个人住在高级公寓呢 却被小河否定了 死者明显是个体力劳动者 怎么可能有钱住在那个公寓呢 但还是决定第二天和梦队一起去调查看看 果然第二天一说明来意 就遭到了物业经理的否认 这个公寓住着的 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 再差也都是外企白领 但经过保安的辨认 发现男人是17号楼302的住户 因为是上个月刚搬来的 所以经理并不认识 但他有一天晚上还叫了保安一起喝酒 还跟他们说自己叔叔是个当大官的 让他们有事跟自己说 小徐梦队来到男人家调查 在沙发上发现了一个撕碎的借条 拼凑后发现上面写着 金借牛大勇5000 2月1日偿还 借款人周红 死者应该就是牛大勇 小河在书架上发现了一张旧照片 牛大勇与上面的某个人有联系 只能先带回去一一查明身份 房子里的地面和卫生间 明显被清理过 牛大勇极有可能就是在卫生间的浴缸中溺笔的 所以孟队安排小河带走这里的自来水 及浴室里的毛发进行检测 只要水质和毛发检测相同 那么就能确定死者究竟是不是牛大勇 据调查 房主叫徐英俊 但从邻居口中得知 他因为工作压力太大 已经精神失常 住到精神病院四五年了 之前他父母住在那个房子里 但是房子就空了下来 从302房子门把手上的指纹来看 上面有死者的指纹 还有其他的指纹 就是不知道是不是凶手的 小河调查到 徐英俊去精神病院的第二年就被父母接走了 看来徐英俊是个有名堂的人 孟队却一眼看穿 不是徐英俊的名堂大 而是这个房子真正的主人名堂大 还对徐英俊特别了解 才利用徐英俊的身份取得了房产证 或许是徐英俊的亲属 另一边 小光已经把302的自来水进行了检测 其中绿离子的含量和死者体内残留水质的含量完全吻合 302明显就是第一现场 凶手心思缜密地清理了室内的脚印 但室外的足迹却被他遗漏了 从门口的足迹分析 应该是五个人 均为男性 其中包含被害人的 另一边 借条上的周红因为在工地盗窃被抓 他承认确实借了他的钱 借条也是自己撕毁的 案发当天晚上自己跟朋友马三喝酒 走到半路 看到牛大勇跟两个男人一起出来 其中一个男人穿着体面 应该是个干部 还有司机 因为牛大勇曾借了马三三千块钱 所以马三问他要钱 谁知道了牛大勇家 他拿出自己给他的借条给马三 说底账 马三不同意 自己就趁机抢到了借条撕碎 扔在了地上 马三当时就生气了 拿出刀架在牛大勇脖子上 牛大勇瞬间就害怕了 连忙给他叔叔打电话 好像刚开始他叔不愿意 牛大勇就威胁说他要不给钱 就把他做过的事都抖搂出来 他叔说他有事 第二天来送钱 要了二人地址后 二人就放了牛大勇离开了 二人只知道牛大勇的叔叔是个大官 他住的公寓就是他输给他的 当时牛大勇送自己和马三离开的时候 公寓有个清洁工在擦电梯 他也看到了 根据周虹提供的牛大勇手机号码 小和在电信局调查到了案发当天晚上 牛大勇的通话记录 根据通话记录调查到了牛大勇叔叔的信息 牛大勇叔叔叫徐东 是本市工商局的副局长 徐东称自己是牛大勇的远房叔叔 看他不容易才收留的 但眼尖的梦队早就看到了他墙上的照片 和牛大勇家的那张一模一样 当问到他下乡插队是不是在牛大勇老家离山时 却被徐东否认了 我觉得这个牛大勇 跟他的下乡经历有关 一直在刻意地回避这段经历 根据周虹的口供 牛大勇威胁过他 他一定有什么把柄 抓在了牛大勇的手里 我看应该马上宣询的 不 我现在还不想打造警生 回到局里 小徐已经收到了梨山警方发来的传真 上面显示 徐东就是牛大勇的亲生父亲 有了这个证据 徐东被带回局里 他很快承认牛大勇是自己儿子 也承认是他杀的 当年插队的时候 跟一个姑娘结婚生子 他生产的时候受了感染 一直高烧不退 此时却传来了下乡知青回城的消息 但结了婚有了孩子的知青不能回城 自己不想一辈子生活在那个穷乡皮壤里 便没给妻子治疗 看着他死了 随后把小牛大勇送给了一家没有孩子的老乡 长大后 牛大勇找到自己 自己就扔下了他 给了他十万块钱 让他回去好好过日子 可过了没多久 他又来了 除了要钱 还非要住在自己家 三天两头来闹 还声称自己现在的儿子什么待遇 就得给他什么待遇 还说自己要是不答应 就去反贪局告状 没办法 就把他安排在家园公寓 之所以不用自己的名字 是因为那房子是一个公司送的 担心调查到自己 就用了远房表弟徐英俊的名字 那天他又找自己要钱 还当着别人的面在电话里威胁 所以别人走后 就来找他 把他溺死在了浴缸里 到了后半夜 就运出去扔在了河里 但此时小光带来了DNA检测报告 浴室里的毛发属于三个人 且三人之间都有血缘关系 根据水中的血迹提取到的DNA显示 另一个人是牛大勇同父异母的亲兄弟 也正是他杀了牛大勇 徐东激动地站起身 称是自己杀的 但孟队还是提审了徐东的儿子徐南 徐南称自己实在看不惯 自己父亲一直被威胁 弄得全家不得安宁 母亲整日郁郁寡欢 即使他是自己的亲兄弟 也要大义灭亲 所以去找了他 当时牛大勇一拳就把徐南打晕了 随后将他拖到卫生间打算溺死 此时恰巧徐东赶来 联合徐南一起溺死了牛大勇 随后抛尸在了河中 徐南后悔不已 但世上没有后悔要 等待着他的 只能是法律的制裁 和良心上的谴责 深夜 女孩运动完准备拉窗帘休息的时候 却突然像看到了什么可怕的东西一样 露出了惊悚的表情 第二天 回家的丈夫发现了女孩的尸体迅速报了警 郭队赶到现场 在别墅门口发现了两对不同的脚印 明显属于男性 另一边的法医对尸体进行了初步检查 发现死者胸前插着一把匕首 背后还有一处刀伤 从死者丈夫王佑安口中了解到 死者名叫何小宇 插在他身上的匕首正是家里厨房的 王佑安称昨晚七点左右 和小宇通了最后一通电话后 就留在公司参加了联欢会 没想到早上回来妻子就死了 小徐从小区保安处调取监控 打算看看有什么可疑车辆出现 却从保安口中意外得知 夫妻二人关系不怎么好 有一次甚至看到了二人争吵的时候 男人打了何小宇 从公司秘书口中了解到 当天晚上有个联欢会 不到八点的时候 王总称太累了要回房休息 但九点的时候敲门并没有人 联欢会结束的时候 自己准备回房休息 却看到王总从外面回来 询问起时 他称睡不着 在附近散步 警方调查到王佑安和何小宇结婚前 曾有过一段婚事 案发小区入住率不高 王佑安公司距离案发现场不远 开车十分钟左右就能到 现场门窗完好 物品没有被盗 应该是熟人作案 死亡时间是在周日的夜里 十点到十点半之间 死者全身两处刺伤 背后的是轻伤 并不致命 胸前的是致命伤 死亡原因是肝脏被刺破后 失血过多 没有遭到侵犯 死者被刺后经过了一个小时的昏迷 由此推测 被刺的时间应该是 当晚的八点半到九点半之间 现场只有和小宇的血迹 从刀把上提取到的植物纤维 是市场上常见的白线手套 地毯上提取到的粉红色碎屑是建筑装修涂料 死者家中并没有这种涂料 另外 刀把上不仅有和小宇的大量指纹 还有另外一个人的 但并不属于王又安 郭队认为 现在应该先排查案发小区 看什么人会戴劳保手套 和接触到涂料 另外 死者家三个月前刚装修完 也不排除装修工人作案的可能性 小猪觉得王又安的嫌疑最大 毕竟他没有不在场证据 和和小宇的感情并不像他说的那么好 我发现 一遇到女被害人 你总是最先怀疑他身边所有的男人 别说这是个女被害人啊 啊 猪姐 你这玩笑可开大了 刚刚做完的尸体解剖情况 死者确实不是女人 准确地说 是一个经过变性手术之后 由男人变成的女人 和小宇竟然是个男性 由于手术做得成功 所以一般看不出来 唯一和女性不同的 只有她不可能怀孕这一点了 另外 在和小宇的保险箱里发现了一张照片 照片后面写着ZLY67109 小徐发现照片上的小男孩 跟死去的何小宇很像 应该是变性前的何小宇 另外 在保险箱里还找到了何小宇的日记 上面的每一页都写着对姐姐的思念 姐姐或许就是照片上的女孩 郭队想起来 凡是做过变性手术的人 在公安部都会有存档 便安排小徐尽快去调查 何小宇的存档及家庭成员的情况 而郭队再次对王又安进行了询问 王又安称自己知道何小宇变性人的身份 一年前自己第一眼看到他就爱上了他 于是自己就出轨了 也因此和前妻离了婚 上次发生争执 是因为何小宇坦白了他变性人的身份 自己接受不了 就动了手 这也导致了二人的关系恶化 也正是因为这个 王又安才经常不回家 小徐很快从公安局调查到了何小宇的档案 何小宇原名何小宇今年22岁 父母早逝 唯一的亲人就是姐姐 但姐姐张丽一知道弟弟私自去做了变性手术后 一直抬不起头 经常以泪洗面 常对人说永远不可能原谅弟弟 因为他断了何家的根 并扬言 要是能找到弟弟 一定替父母杀了这个孽障 但现在还没调查到何小宇姐姐的下落 郭队注意到 张丽一的生日是六七年11月9号 而CLY应该就是张丽一的所写 何小宇把姐姐的生日作为保险箱的密码 说明他非常爱姐姐 这个姐姐应该对他十分重要 现在重要的就是先找到张丽一 另一边 小徐从监督装修的王又安弟弟处调查到 装修宫里 有两个人总是偷工减料 所以便告诉了哥哥 王又安就克扣了二人的工钱 这引起了他们的不满 扬言要报复 郭队来到装修队询问 却被告知叔侄俩早就不干了 说回老家 但不知道现在到底在哪 郭队拿出二人留下的鞋子和别墅门口的脚印对比 发现和二人的脚印完全一致 极有可能当晚二人是要去报复王又安的 但他不在家 所以就把报复的目标定在了何小宇身上 趁其不被杀了他 因为担心别人发现 所以没有拿贵重物品就匆匆逃离现场 但指纹怎么解释呢 刀把上有大量的指纹 外层大部分都是何小宇的 内层少的那部分指纹属于另一个人 这也就说明 杀了何小宇的并不是两个人 而是一个人 通过协查通告 装修公书只俩很快被带回局里 他们称并没有杀人 只是因为老家的母亲病重 因为王又安少给他们发了工钱 便想着晚上去求他 但王又安不在家 何小宇见二人可怜 便给了三千 称剩下的五千 明天上午自己会向丈夫说明情况尽快解给他们 所以第二天他们又去了王又安家 但何小宇死了 二人怕牵扯到自己 便带着三千先回了老家 二人嫌疑解除 郭队带着小徐再次勘察现场 在不远处的一户人家门口 发现了带血的劳宝手套 还有和现场相同的粉色装修颗粒 女人称当天自己带了一个小事工回来进行开荒保洁 但自己当晚有事 所以安排好后 自己就飞去了上海 主书他打扫好可以锁门离开 他记得保洁当时带了棉线手套 经过检测发现他家门口的棉线手套 血迹属于何小宇 宝洁有很大嫌疑 根据他的描述 警方很快通过画像找到了宝洁 而这个宝洁竟然就是张立仪 张立仪称弟弟是何家唯一的男丁 是整个何家的希望 但他却私自做了变性手术 当时自己让他在做手术重新做回男人 却遭到了拒绝 张立仪难过至极 和弟弟一刀两断 弟弟一气之下离家出走 自己也没脸在村里待下去了 丈夫也和自己离了婚 听人说在南方见到过弟弟 便带着女儿到南方打工寻找他 但令人没想到的是 那天在周家打扫卫生的时候 在阳台看到了弟弟 二人相见 张立仪再次提出要让弟弟变回男性 甚至都给他跪下了 但弟弟并不同意 小宇 你要是铁了心不回头 不是你死 就是姐姐 有本事 你就真杀了我吧 我为她吃了这么多苦 之所以还活到今天 就是因为我还抱着一线希望 可是现在 对于我来说 她已经死了 想到这里 张立仪便拿刀从背后刺了弟弟 之后便离开了现场 但令她没想到的是 她的这一刀没有刺死弟弟 但因为这一刀 何小宇彻底绝望 用刀自杀了 张立仪后悔不已 但现在为时已晚 这个男人最喜欢的事情 就是一边泡温泉 一边听深夜广播 这天泡澡结束上楼拿饮料 却突然遭到了迎面一击 不久后警方接到报警来到现场 发现现场充斥着浓重的血腥味 倒在地上的男人已经没了气息 不巧的是今天恰巧赶上停电 警员们只能打着手电勘查现场 可惜一无所获 警员疑惑 报案人是怎么知道这里发生命案的呢 据街警的警员所说 报案人是用处理过的电话录音报的案 听不出任何声音特征 通过对报案电话的信号追踪 确定是在死者家别墅外的电话亭打来的 据调查死者名叫刘胜 37岁 某公司老板 法医通过对尸体的解剖 发现其死亡原因是头部遭到了顿气击打 颅内出血而死 凶器应该是类似于棒球棍的东西 死亡时间大概在凌晨的零点到一点之间 报案时间在一点整 刘胜厌弃了才报案 时间又准又快 这个报案人应该就是凶手 可他为什么要主动报案呢 或许凶手是利用他在挑衅警方 料定了警方找不到他 梦队带着小和小徐来到刘胜公司调查 从一位经理口中了解到了刘胜的发家事 原来刘胜之前和华翔公司的独生女王岚结婚后 得到了老丈人的器重 将公司大全都交给了刘胜 刘胜串通会计做假账 掏空了华翔 利用转出的钱 独立门户开了现在的华页 随后又趁火打劫 以极低的价格收购了华翔 两家公司合并成了一家 又将他老婆一家扫地出门 以致他老婆 现在还在因为财产分割的问题 跟他打离婚官司 当他老丈人听说了刘胜的死讯 大呼死得好 刘胜这种人早就该死了 王岚却表现得很平静 他的确该死 因为刘胜利用父亲的信任 抢走了公司 对父亲影响很大 精神也出了问题 自己非常痛恨刘胜 但也挺悲哀的 毕竟是自己爱过的人 同时也觉得庆幸 还好婚姻官司打到现在还没结果 他死了也就不用分割了 他的这番话引起了梦队的怀疑 询问他今天凌晨0点到2点在做什么 王岚称自己在听电台的一个午夜节目 名为轻声细语 当晚在自己房间里 能证明自己听节目的人 或许只有电台主持人小柳了 因为当晚自己打进了热线电话 共同讨论了一个沉重的话题 死亡 电话是12点打进的 大概持续了一个半小时 通过问话 梦队认为不光是王岚父亲的精神有问题 感觉王岚也有点不正常 他在听到刘胜被杀的消息后 显得很镇定 仿佛一早就知道是的 而且他们俩都有杀人的动机 另一边 小河从刘胜家的电话监听中发现 今天机场打来电话 称他预定了两张 今天上午12点飞往境外的机票 但因为大物要让他改签两天后的 他是要跟谁一起出境呢 或许另一个人也是个突破口 为了证实王岚的不在场证据 梦队带着小徐来电台 找轻声细语的主持小柳证实 小柳是晚上的节目还没来 二人便询问了导播黄凯 黄凯证实 这个号码确实来过电话 持续了一个小时 热线电话一般通话时间都不会很长 但这位听众的观点很特别 和主持人小柳的交流也非常有吸引力 所以自己就没有切断 梦队拷贝了当天电台的节目录音 带回局里反复收听 却没听出任何端倪 而小河却找到了刘胜的另一张机票 是给一个名叫刘小冉的人订的 而刘胜也早就把公司的一半财产转移到了国外 都在这个名叫刘小冉的名下 又是这个刘小冉 小河根据身份证号码 很快查到了刘小冉的真实身份 她就是电视台轻声细语的主持人小柳 小柳承认刘胜是自己的男朋友 一听说刘胜死了 当即眼泪就掉了下来 声音颤抖地询问她是什么时候死的 得知她在昨晚被人打死后 小柳情绪激动地要警方快点找到凶手 并表示自己很爱刘胜 并不是贪图她的钱 她以自己名义转移出去的钱 也只是为了避免被离婚分割而已 昨天晚上自己一直在直播室 没有离开过 也承认昨晚确实有一个忠实听众 打了一个小时的电话进来 期间一直在接听电话 但听到孟队说那个女人 就是刘胜的妻子王岸时 小柳震惊不已 另一边 小光调查到 王岸早就找人调查过刘胜 也知道她和小柳是亲人关系 这个王岸绝对不简单 孟队再次来找王岸 王岸坦白自己知道丈夫出轨 也知道小三是小柳 但并不妨碍自己爱听她的节目 从现在掌握的材料来看 小和认为王岸的嫌疑最大 首先 刘胜抢走了她父亲的公司 致使她父亲精神失常 第二 刘胜有了外遇 王岸极有可能为了财产分割的事情杀了她 可她又有不在场证明 小和猜测或许她是故兄杀人 孟队却认为小柳应该也没有那么无辜 虽然她知道刘胜死了 也表现得很悲痛 但在回答问题的时候 丝毫没有混乱 她知道孟队要问什么 头脑非常清晰 而且 给她看刘胜死亡现场的照片时 她也没有丝毫害怕 一张一张的全都看完了 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 要么她对刘胜极度冷漠 要么就是她的内心十分强大 由此可见 这两个女人都不简单 哟 那这样的话 这事可就蹊跷了 一个男人死了 妻子和情人在午夜通话 而且都没有做完时间 难道这事跟他们真的没有关系 不会真的像美国大片里那样 这妻子和情人合谋杀了这个男人吧 可这些总归是猜测 还需要证据支持 小光决定从电台录音里找线索 反复听了几十遍 又对通话录音进行了逐针分析 果然发现了不对劲的地方 小和这边也调查到了新的线索 两年前 刘胜作为华翔公司的总经理 和一个地产商共同合作 开发了一个房地产项目 可房子盖到一半的时候 刘胜得知附近要盖一个大型工厂 会对周围环境造成污染 便利用合同上的漏洞提前解约撤资 所有烂摊子都丢给了开发商 开发商起诉刘胜毁约 却败诉了 因此背上了上千万的银行贷款 不久后 开发商夫妇二人一起服毒自杀了 而巧合的是这个开发商也姓刘 或许和小刘有关系 正当他们要去调查的时候 却碰到了小光 原来小光发现了不对劲的地方 就是音频中录音切换的声音 整段音频中 这个声音一共出现过两次 一次开始 一次结尾 也就是说 当晚直播打尽的电话 是提前录制好的录音带 据调查服毒自杀的开发商夫妇 有一个女儿叫刘小冉 线索再次指向了小柳 梦对来小柳家调查 却发现家里到处都是灰尘 她已经很久没回来了 另一边的小和也有了新的发现 当天预定的机票 其中有一个名叫黄凯的 和电台导播名字一样 可经过身份证号码对比 发现预定机票的 正是导播黄凯 也就是说这件事黄凯也有参与其中 王安不仅知道小柳是丈夫的情人 也知道丈夫间接害死了小柳父母 及小柳接近丈夫的目的 小和调查了三人近一年的通话记录 发现半年前王岚打电话给小柳 案发前20天 二人曾频繁通话 王岚和黄凯倒没有联系 反而是小柳黄凯经常通话 小徐还调查到 黄凯曾是小柳的中学同学 那时候黄凯就非常喜欢小柳 由此基本可以确定 是三人和谋作的案 王岚小柳被带回局里分开审讯 得知警方调查出电话室录音后 王岚依旧嘴硬 只表示是电台让自己帮忙录音的 之所以隐瞒是不想惹麻烦 但警方掌握的线索 比他想象的更多 小柳得知警方调查到了父母自杀的真相 及黄凯是帮凶的事实 就绷不住承认了一切 的确是自己和王岚黄凯合谋 利用电台制造王岚的不在场证据 让他有足够的时间去杀了刘胜 随后小柳和黄凯逃出境外 利用刘胜转移给他的财产 也能后半辈子无忧 而留在国内的另一半财产 则是给王岚的 二人看似仇人却姐妹情深 在向刘胜复仇的时候 就计划好了一切 只可惜 在周密的计划也会留下蛛丝马迹 一个老人在河边溜弯的时候 发现不远处躺着一个女人 老人走近一探鼻息 发现女人早已没了气息 老人连忙报了警 孟队赶到现场勘察 发现尸体不远处有一个脚印 死者为女性 尸表没有外伤 周围没有拖拽的痕迹 不远处放着死者的包 尸体被带回局里 经过法医的事件 确认死者的死亡时间 是昨天晚上的11点到12点之间 解剖发现死者的胃内容物中 含有复合型烈性安眠药 且是高浓缩剂量 另外 在死者的脖子里 有一处极细的勒痕 像是项链造成的 凶手拿走了死者的项链 不仅如此 死者生前还曾遭到了侵犯 且死者生前使用了香水 这种香水名叫鸦片 是一种非常名贵的法国香水 以诱惑著称 含有胡椒成分 未到可以维持很长的时间 发布了认识通告后 很快便找到了死者家属 经过家属便认 确认死者的物品里少了项链 死者马美英 是丰丹公园的财务 孟队来到财务处调查 发现财务处保险柜里的账本都被烧了 现在正在组织人员查账 而平时保险柜的钥匙 只有初纳和马美英有 从胡院长口中了解到 马美英是一个非常有能力的人 公园有什么不好解决的事 他出面都能摆平 因为他认识王局长 所以有人传他和王局有一腿 因为王局的关系 自己也很照顾他 所以风言风语又来了 但自己和马美英是青睐的 很快 带回局里的马美英电脑密码被解开了 发现他在电脑里写下了日记 称王全顺贪污了巨款 王全顺称自己和马美英 确实有很多业务上的往来 但自己和马美英是青睐的 对于初事前 马美英烧毁账本 以此掩盖王全顺贪污巨款的事情 王全顺声称自己并没有贪污 可以让警方随意调查 但孟队调查到 在出事前的上午 马美英曾到办公室找过他 王全顺称当时只是找自己签字 之后就再没见过他了 自己真的没有杀他 但面对提取DNA和指纹的要求 他又表现得很抗拒 马美英电脑里明明是说 王全顺利用工作之便兼误他 而且还指使他做假账 贪污了大量的供款 我想马美英是因为不堪忍受证折磨 所以才选择了自杀 但是马美英一个从来不用香水的人 居然用了大量的香水 这分明是为了勾引王全顺 可是马美英服下安眠药后 一个人跑到野外去受罪 这不符合一个人自杀的逻辑行为 孟队还是觉得死者丢掉的项链很可疑 通过对发现死者的老人询问 他承认是自己拿走了项链 并表示那天晚上自己出门溜达 看到一辆出租车上下来一个女的 以为她是来这里会情人的 所以也没有在意就回去了 第二天跑步的时候 又看到了那个女的 一时贪心就拿走了她的项链 只记得当晚的出租车车牌尾号13 上面显示和马美英发生关系的人正是王全顺 王全顺很快被带回局里询问 他交代和马美英是园林局联欢会上认识的 之后他就经常去自己办公室 刚开始二人只是工作上的事 可到了后面就对他有点意思 案发那天上午 他又来办公室找自己 让自己签字支付一笔公园购进设备的款项 那天很冷 马美英穿了一件非常性感的羊绒衫 签完字 马美英告诉王全顺白天不方便 让他晚上到预定好的房间找自己 当时从不喷香水的他还喷了香水 自己不由自主地就答应了 当晚不到八点就去找他了 马美英很热情 完事后九点半离开的 当时自己不想走的 但他接了个电话 说他妈妈生病了 要赶快去看看 自己到家后 就没有出过门了 自己老婆孩子都可以作证 第二天 梦队出门调查的时候 接到小沈的电话 称发现马美英的电脑时间被认为提前四个月 也就是说 马美英的日记可能不是他自己写的 极有可能是调整时间的那个人伪造的 这个人到底是谁呢 带着疑问 梦队再次来到医院找胡院长了解情况 胡院长称马美英贪污一定是王全顺指使的 因为他现在正在竞争局里的一把手 这是他最后向上走的机会 没有钱就没有办法打通关系 小徐调查到 当晚九点半的时候 确实有人给马美英打了电话 但这个电话并不是马美英母亲家的电话 而是使用IC卡从公共电话亭打来的 而那个电话亭就在园林局的宿舍附近 而园林局的人几乎都住在那里 马美英去和平桥头等的人 应该就是这个打电话的人 二人或许有着不同寻常的关系 小朱通过调查 找到了送马美英去和平桥头的出租车司机 司机称马美英在车上打了个电话 忘不了 我马上就吃 行了吧 那你可快点来 别让我等了太久了 随后吃下从包里拿出来的药 吃下药之后 随手将药瓶扔到了外面 得到了这个线索 梦队立即让小徐 顺着出租车司机走过的路寻找药瓶 而同时也从林业局工人口中了解到 这次去里竞争一把手的只有两个人 一个是王全顺 还有一个就是胡院长 而且他们两个不仅年龄相当 实力也都差不多 且都是最后一次机会 胡院长上次却没有说 看来这个胡院长比想象中更狡猾 但走到走廊尽头的时候 梦队突然注意到门上有一块玻璃好像是新换的 从清洁工口中了解到前几天 这块玻璃确实碎了 因为当天晚上刮大风 怀疑是被风刮碎了 从垃圾桶里找到碎玻璃后 小朱和梦队带回局里进行实验 确认玻璃是从里向外打碎的 梦队立刻想到胡院长是用的左手削苹果 而他正是左撇子 另一边的小徐通过汪汪队的协助 很快找到了马美英扔掉的药瓶 药瓶上写着营养药 这也正是当晚电话里的人提醒他吃的药 想到这里梦队再次找到胡院长 从烟盒上提取了他的指纹 对比发现和碎玻璃上的指纹完全一致 至此案子已经水落石出 丰丹公园的胡院长 为了和王全顺争夺局长的位置 利用自己和公园财务马美英的特殊关系 让马美英去勾搭王全顺 当他得知马美英得手后 他就害怕马美英鞠躬自傲 继续贪污影响他的仕途 所以就想一件双雕 把事先准备好的安眠药当成营养药 给马美英送去 这样既可以让王全顺背锅 又能摆脱马美英的纠缠 而他坐收渔翁之力 当他在电话里得知 王全顺和马美英发生关系后 就砸碎玻璃溜出医院 然后为了扰乱警方的视线 特地跑到园林局 用IC卡给马美英打电话 想让警方再次怀疑王全顺 他让马美英吃完安眠药后 到河平桥头等他 致使马美英服下安眠药昏迷后被冻死 等他打完电话后 又溜到财务室打开保险柜 销毁了所有的账目 不仅心思缜密地没有留下任何证据 还在马美英的电脑里 伪造了他的日记 这反而加重了警方对他的怀疑 第一 王全顺不可能干 往自己脑袋上扣屎盆子的事 第二 只有他跟马美英 知道这台电脑的密码 第三 如果是马美英写的日记 他就没有修改电脑时间的必要 对这个事 只有他 胡真 梦队带人找到胡院长 他已经知道了自己的结局 面对警方还是想知道 是哪个环节暴露了自己 梦队也毫不遮掩地挑明 他忘记把电脑的时间调整了回去 没想到这一个小失误 揭开了他想借刀杀人的犯罪事实 法网恢恢 疏而不漏 这天 一个男人开车回家的时候 远远看到对面驶来的一辆面包车里 司机像是遇到了什么开心事 一直在手舞足蹈 可还没等两辆车靠近 面包车竟然直直地冲下山崖 当场车毁人亡 男人很快报警 交警赶到现场却发现有问题 便叫来了梦队 并向他解释了缘由 像这种高危路段 确实在会车的时候容易发生事故 但一般都是由司机麻痹大意造成的 但今天这起事故有点奇怪 目击者说在车辆冲下来之前 司机的样子非常奇特 左右画龙就跟众邪了一样 众人勘察现场 在面包车上发现了一些低落的蜡状物 另外 在司机的身上 细心的梦队还找到了一片昆虫翅膀 发动机上有一个奇怪的零件 而这种车型并没有这个零件 导向的小铁皮筒 尸体被带回局里的同时 也调查出了死者的身份 死者名叫于东波 35岁 是某建筑公司的包工头 主要负责承包饭店 娱乐场所的室内装潢 妻子名叫李兰 二人没有孩子 家住南湖区某小区 练包车于两天前检修过 检修报告显示 车并没有任何问题 既然车辆没有任何问题 就只能从死者本身调查 从死者妻子李兰口中了解到 之前和丈夫结婚的时候 两个人穷得叮当响 自从那年去后山新龙寺拜完以后 日子还真的越过越好了 从那之后 夫妻二人 每年的三月初七 都会去后山的新龙寺拜拜 这次之所以自己没去 是因为自己不太相信这个 所以昨天丈夫才自己去了 他这次去新龙寺 只跟装修队里的一个叫海子的人说过 孟队对邻居进行询问时 邻居称于东坡是个挺好的人 很老实 平时没什么仇家 但老太太却不知道 出事前于东坡的车停在哪里 此时一个男人主动搭话称 知道出事前 于东坡的车停在哪里 这个男人叫汤建舍 是于东坡对门的邻居 两人是发小 两家关系非常好 所以出事前一天 于东坡为了帮他拉家具 把面包车开了回来 就停在不远处的花坛边 汤建舍称 案发前 有一个叫海子的 来找他要钱 二人还吵了一架 自己也断断续续听了一点 好像是于东坡欠他的工钱 据于东坡的工人表示 孩子全名叫张全海 平时表现挺好 总说于东坡欠他钱 但也不说清楚 让警方自己去问他 但一个公友称海子已经走了 说有事回老家 要是回老家一定要乘坐长途汽车 在工头的带领下 梦队抓紧时间追赶 果然追上了长途车 海子一看到警察 就心虚地跳车想逃走 却被守在车下的小猪抓住 到了局里 海子直呼自己没有杀人 于东坡的死和自己没有关系 因为自己平时总是顶撞于东坡 还找他要钱 于东坡出事后 队里的人看自己总是奇奇怪怪的 后来工头还找自己谈话 询问是不是自己在他车上动了手脚 自己感觉跳进黄河都洗不清了 便想着回老家躲躲 梦队决定从于东坡的生活习惯入手 当询问到海子他有什么特别的生活习惯 或特别害怕的东西时 海子思索片刻 表示于东坡最害怕的东西是蜜蜂 有一次和他出去在花坛边等人 有一只蜜蜂也没咬他只是飞来飞去 他就跟蜂了一样躲避 自己问他的时候 他说小时候被蜜蜂折过 差点死了 所以就特别害怕蜜蜂 他的这番话 让梦队瞬间想起了死者外套上的那片翅膀 如果他没有猜错的话 可能就是蜜蜂身上的 果然经过检测 确定那片翅膀的确是蜜蜂身上的 小猪却认为 如果他真的碰到了蜜蜂 那尸体上为什么没有折痕呢 还有 如果有蜜蜂 他为什么早不出来晚不出来 偏偏等到车开到危险路段的时候出来呢 他又是从哪飞进来的呢 案发时车窗是关起来的 当时梦队在靠近发动机的地方 刮下来的蜡状物经过检测时蜡烛 但里面添加了有机溶剂的成分 小猪猜测蜡烛里添加有机溶剂 会使蜡烛变得又黏又软 或许凶手趁着蜡烛又黏又软的时候 做成蜡魔风在铁皮小桶的桶口上 那么这个用蜜蜂吓唬他的人到底是谁呢 想到这里 梦队决定再次找到汤建设了解情况 汤建设称案发前一天夜里 曾看到有人撬于东坡的车 因为他的车停在花坛边 花坛就在自己家楼下 所以洗澡的时候看到了 看到有一个人偷偷打开了于东坡的车门 但因为害怕别人报复自己 就没对警方说这件事 当梦队询问起那人的特征时 汤建设表示天太黑 没看清楚 但记得那人当时戴着帽子 手上有一个疤 据进一步调查 当时出现在车上的翅膀属于马来蜂 这种蜜蜂是国家新隐镜的品种 性格温和 身上没有刺囊 也没有什么攻击性 因为是新隐镜的 所以并没有推广 昆虫研究所也只有三家蜂房 从养蜂人老王口中了解到 这种蜂的活动范围也就三四里地 因为是帮研究所养的 所以并没有出手 但前几天还真有一个人来着逮蜜蜂 幸好被自己发现年跑了 只记得那人戴着个帽子口罩 捂得严严实实的 一米六几的个子 从跑步特征来看 是个女性 会不会是张全海派一个女子来逮蜜蜂 然后把逮来的蜜蜂放进铁壁桶里 用蜂蜂扬口 在于东坡出车前的晚上 用后来的钥匙把车门打开 最后 把钱别从现在发动机的边上 等于东坡的车上了山道 发动机越来越热 那就慢慢地融化 那蜜蜂就钻了出来 张全海主动说出了于东坡发蜜蜂 那他会这么干 倒觉得那个蜂蜂描述的那个女人 挺像一个人 想到这里 孟队便把于东坡妻子带回局里问话 李兰一场泼辣 没等众人开口 就先把三人训斥了一通 并让他们快点去抓孩子 丈夫一定是被他杀掉的 他们不去抓孩子一定是收了他的钱 但孟队询问他是否去过西山抓蜜蜂时 李兰的神色瞬间变了 但嘴上还在硬撑撑自己没有去过西山 但孟队看着他的脸色心里已经明白了七八分 所以第二天又去找了汤建设 孟队与他假装闲聊套话 得知两年前 汤建设的媳妇和他离了婚 他现在单身 平时喜欢搞点小发明 申请个专利什么的 喝了茶 孟队去卫生间 突然发现在卫生间角落的蜘蛛网上 沾了一只蜜蜂 下水到边上 残留了一些蜜 回到局里 通过检测确定这只蜜蜂属于马来蜂 而且汤建设一直在说谎 因为那个距离 他根本不可能看到开车门的那人手上有疤 汤建设被带回局里 孟队给他分析了他作案的全过程 汤建设却并不承认 他认定孟队没有证据 在卫生间里做蜂蜂 的确是个最好的场所 可以随时冲洗干净 不留下任何黑剂 可惜了 你还是留下了一点蜂痕 这不光是含有有机溶积成分的垃圾 在你的卫生间里 还有一个小生命一直在瞧着你 是谁啊 一只蜘蛛 因为蜜蜂飞来飞去很麻烦 所以他费尽了心思不留下线索 但一只逃出来的蜜蜂落在了蜘蛛的网上 铁证如山 汤建设只能认罪 他表示 自己和李兰已经背着于东波好了很多年 被老婆发现后离了婚 和李兰商量要他和于东波离婚 但于东波不同意 一直拖着李兰 自己想着一不做二不休 伪造一场事故 便利用蜜蜂杀了于东波 本以为天衣无缝的杀人计划 但没想到还是被警方识破了 医学院的教授正在带着学生上解剖课 可当他揭开大体老师脸上盖着的白布时 却大惊失色 教授迅速报了警 郭队赶到现场时 先到的警员已经了解了初步情况 大体老师是8点45分被运到的解剖教士 学生们9点钟上课 可能是因为中间的时间太短 凶手还没来得及把尸体调包出来 才被发现了 郭队将尸体带回局里 法医经过解剖 发现尸体死于失血过多 身体上有多处抵抗伤 身体正面及背部有很多窗口 所有窗口都是同一件凶器造成的 通过窗口倒磨 凶器应该是一把极其锋利的尖刀 诡异的是 尸体身上的窗口 被凶手缝合过 缝合的手法极其专业 绝对不是没有解剖经验的人干的 而且缝合的线也是缝合专用的 凶手很有可能是医生或者医学院的人 通过走访调查 确认死者是医学院的学生小雅 从小雅的室友口中了解到 小雅是一个乖乖女 以前不管多晚 都要回宿舍休息 但最近好像情绪很低落 有时候也在外面过夜 她现在的男朋友是西教授处政 她前男友张晨和众人都是同学 小雅死后 最难过的人就是张晨了 昨天晚上还交代他们 让他们别说是小雅甩了她和楚教授在一起的事 还说小雅太单纯了 才会被楚教授蒙蔽 张晨是个很内向的人 但她对小雅一直很好 小雅也在宿舍说过 张晨非常宠她 但一直把她当成哥哥 张晨听说后 为此还大病了一场 足见她有多爱小雅 张晨承认自己和小雅曾经是恋人 而且是青梅竹马 自己非常喜欢她 自己也是昨天才知道小雅的死讯 在她的宿舍 也没有发现任何血迹及可疑毛发等 小徐分析 小雅的尸体出现在楚教授的解剖课上 杀人者又具备专业知识 小雅没什么仇人 或许杀她的是楚教授的仇人 但郭队调查过 楚政的社会关系也很简单 虽然最近在竞选副院长 但也不至于会因为这个遭到恐吓 楚政则表示 小雅是他们班上很优秀的学生 前一阵子要报考自己这边的研究生 所以二人接触多了起来 难免会有些风言风语 自己和她是清白的 也知道她的男友是她班上的同学 但她并不清楚二人已经分手的事 她的嫌疑并没有因为她的话 被解除 警方在楚政的家和车里进行调查 在她的家里 发现了一条带血的床单 车里也发现了一根长发 经过检测 床单上的体液及血迹属于楚政和小雅 长发也是小雅的 由此可见 楚政说了谎 郭队带着检测报告来找楚政的时候 他明白自己的谎言已经不攻自破了 只能说实话 称自己和小雅是真心相爱的 且二人已经商量好了 只要晋升副院长顺利 自己就离婚娶小雅 床单上的血迹是自己和小雅发生关系的时候 小雅留下的 自己觉得很珍贵 所以就保留了下来 二人因为年龄悬殊 所以学院里的人总对二人指指点点 再加上男友张晨也有所察觉 打了小雅 小雅以担心影响楚政的仕途为由 提出了分手 楚政却不愿意 对小雅苦苦挽留 小雅却还是离开了 过了两天 小雅就告诉自己和张晨分手了 因为张晨总打她 楚政猜测一定是张晨杀了小雅 小朱小徐再次找到张晨 张晨称自己非常尊敬小雅 她不愿意的事情自己绝对不会强迫她 所以在一起两年从没有碰过她 张晨表现得十分难过 小徐还想再问什么 张晨已经崩溃的说不出话来 小徐认为一定是楚政利用教授的身份 欺负了小雅 小雅觉得对不起男友 就和张晨分了手 后来小雅想离开楚政 就和她摊牌 但楚政不同意 二人发生争执 楚政一气之下就杀了小雅 设计了尸体出现在解剖课上的一幕 为的就是摆脱自己的嫌疑 但郭队却认为 如果是他杀了小雅 那么在他家和车里应该会找到血迹 但现在一无所获 实在解释不通 眼下当务之急 只有找到第一案发现场 才能下最后的结论 但现在有嫌疑的二人 住所及车里都检查过了 到底哪里才是第一案发现场呢 为了找到线索 郭队将小雅相册里 所有的照片全部看了一遍 发现小雅的很多照片 拍摄地点都能一眼看出是在学校内 但其中三张 能看出是在居民小区 据了解 小雅在本时没有亲戚朋友 这会是在谁家里拍的呢 郭队发现小雅的墨镜反射出了一个小白点 经过小光的分析 发现小白点是本市的万通院 根据大概位置 郭队很快确认了 是窗户上挂着12生肖挂件的那家 那家的窗户挂件和照片上一模一样 来到这家后 三人分头调查 果然找到了线索 经过房东的辩认 租这间房子的人是处政 小光队找到的线索进行了一一分析 发现床上的皮屑及头发 都是被人用力撕扯造成的 头发的DNA却并不属于楚政和小雅 现场应该还有第三个人 通过指纹比对 发现第三个人正是张晨 铁证如山 张晨很快认了罪 承认是自己杀了小雅 当天他跟踪小雅 发现了这个地方 便在这里蹲守 一个小时后 楚政离开 自己利用小雅遗忘在教室的钥匙 打开了门 进房间后 发现小雅刚洗完澡 便与他商量让他离开楚政 他告诉小雅 楚政一直在骗他 他不可能离婚的 他的一切都是他老婆给他的 他能有今天的成就 也全亏了他老婆 本以为说了这个事实 小雅会离开楚政 但没想到小雅却在为楚政解释 他称是张晨误会了楚政 自己和楚政是真心相爱的 即使教授不离婚也没关系 并表示自己在心里 一直拿张晨当哥哥 听到这里 张晨绷不住了 姓楚在究竟用了什么招数啊 为什么你真是不敢听我的话呢 你干什么呀张晨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姓楚在的对你不是真心的 和他在一起只会回来 你知道吗 张晨 对不起 就算是我错了 后果也是我自己负责 被激怒的张晨决定杀了小雅 二人争执之际 小雅拽下了张晨的一撮头发 这也彻底惹怒了张晨 跑到厨房拿了一把刀就杀了小雅 之后冲起了房间想要抹掉罪证 却忽略了指纹和床上的头发 随后大胆地把小雅运回了学校 替他缝合好了伤口 为了报复楚政 就把小雅的尸体放在了他的解剖课上 女孩高高兴兴下班 却没想到 这竟是他最后一次出现 几天后 写字楼值班的保安 总感觉地下室传来若有若无的臭味 来到地下室一看 一个箱子里居然装着尸体 保安迅速报了警 警方赶到现场 将尸体带回局里 经过法医验尸 发现尸体为女性 身高1米65左右 全身腐败严重 死者牙龈出血比较明显 是机械性窒息死亡 身上没有其他伤痕 且死者已经怀孕两个月左右 从齿骨联合来看 死者年龄大概在23到24岁 根据尸体的腐败程度 结合地下室的温度 法医判断死者的死亡时间 大概是3到5天 另外 死者的颈部有细微的勒伤 左手中只有一圈皮肤颜色浅一些 死者生前明显戴了项链和戒指 死者指甲缝里有人体组织 具体是他的还是凶手的 还需要做进一步检测 郭队叫来了 发现尸体的保安李治国问话 李治国坦言自己并没有动过尸体 但如果他没动过 报警电话里怎么会说是一句女尸呢 李治国坚隐瞒不了 才支支吾吾地表示自己确实动过尸体 当时发现尸体的时候 自己非常害怕 正想走的时候 恰巧看到死者的手上有一个大钻截 一时财迷心窍 便拿走了 至于死者丢失的项链 李治国称自己确实没见过 人也并不是自己杀的 当时只拿走了戒指 随后把戒指带来了警局 小猪认为李治国的嫌疑还是不能排除 但郭队却并不这么认为 根据法医的尸检报告显示 死者死亡时间大约是7月11号的凌晨1点到3点 但他已经调查过 李治国7月11到12号 回老家探亲去了 由此可见 李治国没有撒谎 且写字楼的地下室 也并非第一案发现场 郭队带着小猪小徐来到写字楼调查 从保安队长张宝珠处拿到的访客记录上了解到 案发当天值班的人正是他 郭队向他询问最后一个名叫苏曼红的访客 张宝珠称 只记得这个女人打扮得很妖柔 浓妆艳抹的 那香水喷得二里地都能闻到 当天他是去七楼的文化公司的 说要找周俊华 周俊华是一个文化公司的老板 那天晚上自己巡逻的时候 好像听到二人在争吵着什么 吵得很凶 但具体争吵内容没听清 郭队上楼找到周俊华 郭队说明来意后 周俊华心虚地将手背上的伤口遮住了 但这个小动作 却没逃过郭队的眼睛 得知苏曼红死亡的消息 他大为震惊 并承认苏曼红死亡晚上来找过自己 他是来借钱的 但自己和他是普通朋友 没有钱借给他 12点05分的时候 他就离开了 你怎么会记得这么清楚 因为那天正好那个 有一个外国的那个客户 我们约好了 12点一刻要发一个传针 传针发了有多久 将近两个小时 对于苏曼红怀孕的事 周俊华也是知情的 当郭队询问他手上伤口的来源时 周俊华称当时二人确实发生了争执 原因是苏曼红额自己的钱 就在他说话的时候 眼尖的小徐却看到他身后的地上 有一条项链 周俊华称不知道项链是谁的 但经过检验 这条项链属于苏曼红 周俊华公司的清洁工 却表示从来没见过这条项链 周俊华是一个特别爱干净的人 对卫生要求非常高 所以给他办公室打扫的时候非常注意 鸡脚嘎拉都不敢马虎 这么大一条项链钥匙在地上 昨天打扫的时候就一定会发现 小朱却认为 即使清洁工前几天没见过 也不能排除是他早上不小心掉出来的 而且周俊华也没有证据 能证明他没有去过案发现场 郭队虽然赞成他的想法 但凭借多年的办案经验 还是认为不能把所有的注意力 都放在一个人身上 应该加大排查范围 先从苏曼红当天的通话记录查起 小徐很快调取了苏曼红当天的通话记录 另外三个都是从案发的写字楼里打进去的 因为来电都是显示的总机号码 所以暂时还没有办法调查出 是哪个分机打给的苏曼红 只能调查出打进来的时间 一个是10号的中午12点 一个是10号的晚上9点 还有一个是11号凌晨的0点30分 也就是说0点05分苏曼红离开后 又有人给他打了一通电话 把他叫了回去 据苏曼红歌舞厅的朋友小徐所说 当天晚上9点 周俊华给他打了个电话 二人在电话里就一直争吵 自己听苏曼红说要是周俊华再不给钱 就把二人的事告诉周俊华的老婆 后来他去找周俊华拿钱 还信誓旦旦的说有把握能拿到钱 因为他打听到 周俊华的公司是他老婆开的 他一定不敢让老婆知道他的那些破事 小丽还记得 苏曼红当天离开的时候都快11点了 在后来12点40的时候 自己给他打了电话 想问他还会不回来上班 他说周俊华让他回写字楼拿东西 不回来上班了 有事明天再说 可第二天自己再给他打电话 手机就一直关机 小丽还记得 苏曼红当天的确带了一条S型的吊坠 那是他姓氏的第一个字母 手上带了的钻戒 是他很久前自己买的 经过小丽确认 周俊华办公室找到的项链 确实是苏曼红的 据调查 案发当晚 周俊华办公室的电话 从0点1刻到凌晨的1点55分 一直在往外发传真 中间没有间断过 也就是说当天0点30分的电话 不可能从周俊华办公室打出来的 那么当天写字楼里到底还有什么人 会给苏曼红打电话呢 此时 郭队突然想起 还有一个人也可以打苏曼红的电话 打这个电话必须具备两个条件 第一就是人在世家写字楼 而且他要知道苏曼红的手机号 当天晚上除了周俊华之外 另外一个知道苏曼红的手机号码 人在世家写字楼的 就是保安队长张宝珠 而且他故意跟我们隐瞒了 苏曼红当天晚上 第二次回到世家写字楼的信息 众人来到张宝珠的办公室调查 在他的沙发上找到了许多毛发 经过调查 发现头发的组织 和死者指甲里提取到的人体组织 都和张宝珠的DNA一致 铁证如山 凶手就是张宝珠 张宝珠很快被带回局里 他很快认了罪 当问到他的作案动机时 他称苏曼红一进门 就看得出来 他就是做那一行的 他低头登记的时候 却没发现张宝珠痴痴地看着他 得知他去七楼找周俊华 张宝珠就认为周俊华晚上 还有闲工夫叫外卖 抱着看热闹的心态 便偷偷跟着他去了七楼 没想到他是来找周俊华要钱的 没要到钱 苏曼红气呼呼地离开了 他离开后 张宝珠还在想着他 便心意横在十二点半的时候 给他打了电话 想着把他骗来 到时候给他点钱就行 大不了多给点 反正他这种人也不会在乎 果然接到电话 苏曼红没有起意心 很快就回来了 谁知把他带到保安办公室 说明要跟他做交易后 却被苏曼红拒绝了 张宝珠想强行把他留下 谁知苏曼红拼命挣扎 一气之下 张宝珠随手拿起沙发靠垫捂死了他 将他侵犯后 把他的尸体藏在了地下室 回到办公室后 发现他的项链掉在地上 就藏了起来 没想到还没想好要怎么处理他 尸体就被人发现了 知道警方怀疑周俊华以后 就想把他的嫌疑彻底做事 就趁着警方没有到达他办公室之前 悄悄把项链 丢在了他办公室沙发下面 没想到聪明反被聪明误 也正是因为他的这一举动 让警方怀疑上了他 张宝珠因为一己私欲杀害两条人命 他也将受到应有的惩罚 这对曾经恩爱的夫妻 离婚的时候却连电视都要切开评分 而曾经一起养的狗狗 更是成了二人的争抢对象 可令人没想到的是 几天后 二人竟然双双惨死在了别墅里 郭队赶到现场时 法医已经对尸体进行了初步检查 发现二人死亡时间差不多 都在昨晚的11点到凌晨的0点30分左右 女性死者颈部的疮痕导致大量出血 郭队观察着女士脖子上的伤口 发现像是动物撕咬的痕迹 看着地上的脚印 便明白家里养了狗 狗子明显不知道家里发生了什么事 还是一脸的无辜 郭队在狗子的牙齿上挤脚上均发现了血迹 在看女性死者的伤口 他应该是被狗咬死的 随后便安排小徐取狗嘴上的血痒 顺便把狗子带回局里做咬痕比对 另外 在女性死者的手指缝隙中 发现了一些奇怪的物质 在死者家的书架上 一套邮票却少了三本 明显是被人拿走了 郭队寻着狗脚印一直走 发现脚印直接通到了别墅后门 另外 死者家的车库里停着两辆车 一辆属于男死者 一辆却并不是女死者的 郭队怀疑狗子是得了狂犬病 才会咬死主人 便来到局里询问这种狗得狂犬病的几率 这种德国牧羊犬携带狂犬病的几率是千分之三 一般不会有 且经过检测 这只狗并没有狂犬病 但狂犬病有十天的潜伏期 所以狗子还需要再被关押十天 还有一种原因会导致狗子突然发狂 一般经常受到虐待的狗 会焦躁不安 也会突然对主人发起进攻 另一边 小光通过对现场血迹的检测 发现所有的血迹都属于女性死者小千 两名死者身上的毛发都属于德国牧羊犬 很快车库里另一辆车的主人郑利 被叫到局里例行询问 郑利称自己的车是借给董萍开的 而自己是董萍的女朋友 且理直气壮地表示自己知道董萍有老婆 但二人感情不合再走离婚的流程 还得意地表示 用不了多久自己就是董太太了 郑利声称自己没有去过董萍家 但是董萍家的书架上 找到了她的指纹 那丢失的三本邮册就是她拿走的 郑利见瞒不住了 只能承认 那三本邮票是自己拿走的 董萍给了自己她家的钥匙 让自己趁没人的时候拿走那三本邮册 之所以董萍不自己去拿 是因为要制造不在场证据 她现在在和妻子小倩分财产 小倩放出话来说一张邮票都不让她拿走 除非法院判给她 董萍才出此下策 很快尺痕对比结果出来了 发现咬死小倩的狗 并不是案发现场的那只狗 现场应该还有另外一只狗 也是那只狗咬死了小倩 但根据律师提供的财产清单 他们家只有一只名叫卡尔的德国牧羊犬 郭队猜测另外一只狗 或许是案发当天晚上董萍开正立的车带回去的 果然 小徐经过一番检查 在正立的车上 找到了狗毛 经过对比 属于德国牧羊犬 但并不属于卡尔 另一边 法医经过验尸 在董萍的头部取出了一枚子弹 子弹击穿身体 留在了死者的枕叶里 导致脑部大出血死亡 根据弹道分析 发现子弹竟然是从嘴巴里射入的 而小倩的右手 有火要残留 我们在现场发现的那一条狗 把女主人的脖子押断了 这是我们很大的一个疏忽 没有想到董萍是中枪死的 更没有把那个案发现场 当作是枪击现场 那把枪和弹壳到什么地方去了呢 窝队重返现场 果然在卡尔的窝里找到了一只手枪 经过检测 这是一把无弹壳手枪 是国外一家公司在99年研制成功的冷门武器 枪支检验发现这把枪 正是杀死董萍的枪 枪上有董萍和小倩的指纹 买家是小倩 另外 在小倩的指缝里 发现了猪油的成分 从二人的离婚律师口中得知 这是他见过最有钱的一对夫妻 即使这么有钱了还这么计较 除了一卷卫生纸 一只吹风机都要分以外 还在争夺一只名叫卡尔的德国牧羊犬抚养权 别的问题都有的商量 就这件事上 二人谁也不让步 件事情一直僵持不下 自己便给二人出了一个主意 让狗子自己选择要跟谁 最后 狗子犹豫了一下选择了小倩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小倩手指缝里有猪油了 他是利用这个小把戏做了笔 让卡尔选择了它 宠物收容所发现了一只德国牧羊犬 和死者家的卡尔非常相似 在警局后院 见到了这只和卡尔一样的狗 它是被董廷领养的 案发后 野树邻居发现了它 把它送到了宠物收容所 这只狗跟死者家发现的那条很像 可是这只狗看起来一点也不凶啊 鞭炮一响 狗子瞬间从温顺变地狂躁起来 原来是早上把它送来的时候 门被风吹的屏一声关上了 它就像现在一样狂躁起来 后来对它进行了一个检查 发现这个狗子患有癫痫 每当声音超过105分贝的时候 就会导致它并发 经过DNA对比 发现这只狗正是咬死小倩的狗 再加上它患有癫痫症来看 应该是当时的枪声成了导火索 小倩开枪打中了董萍 狗子并发咬死了小倩 但现在令人不解的是 董萍为什么要带着这只狗去找小倩呢 郭队心里已经有了答案 应该是在律师的见证下 卡尔因为猪油诱惑选择了小倩 董萍心里不服气 所以在晚上找到了一只和卡尔很像的狗 想趁着小倩不在家 把卡尔调换出来 但他没想到 当晚小倩在家 发现他换狗的意图后 二人发生了争执 被激怒的小倩拿枪打死了董萍 听到枪响的狗子突然狂躁咬死了小倩 随后顺着别墅后门溜了出去 而咬死人的罪名被无辜的卡尔背下了 好在经过调查 一切水落石出 因为一条狗 导致了悲剧发生 两条失去的生命 令人惋惜 灯光昏暗的酒吧里 一个女人推门而入 突然她向喘不上来气斑 瞬间倒下 警方赶到现场发现女人已经死亡 孟队检查着尸体 发现女人身上没有外在伤 法医一眼便看出 死者面色轻子 生前曾有过呼吸困难 不排除药物中毒的可能性 但具体的致死原因 还要解剖后才能知道 孟队勘察现场 发现酒吧门把手上 有一枚指纹 在沙发底下 找到了一枚注射器 法医经过对尸体的解剖 即进一步检查 发现死者胳膊上有很多针孔 死者明显是个瘾菌子 沙发下的注射器 上面有死者的DNA 明显是他生前用过的 另外 死者的心脏肿大 每毫升血液中 可卡因的含量占比21% 没有达到致死量 死者的血红蛋白和肌肝都不太正常 有点像心脏病致死 但梦队越想越不对 如果是吸毒过量 也只会对肝胆和呼吸系统造成伤害 不可能会出现心梗 法医确认为他确实死于突发性心梗 但不是心脏病 他通过对心脏的解剖 发现在死者心脏的主动脉血管里 有大量的气泡 他是死于气栓造成的心梗 有人给死者的静脉注射了空气 才导致了他的死亡 通过对注射器上的指纹检测 发现指纹属于死者 但被覆盖过 有人在死者使用过后 又动过他 这个人有一定的反侦查意识 戴了橡胶手套 小和梦队返回酒吧调查 据酒吧老板所说 那天邀请了一支摇滚乐队 本来原定的主持人正是死者小迪 但都开场十分钟了他还没出现 观众都不高兴了 小兔就去找小迪 小迪却表示心情不好 要先吃饭 没办法 小兔就带着乐队上台了 这才稳住观众 可一首歌还没唱完 小迪就回来上了台 没走几步就倒下了 而小迪的化妆间 平时只有打扫卫生的阿姨进去 阿姨六点半下班 七点半自己来开门 八点钟小迪换了衣服 之后就没人了 房间门平时不锁 也没什么人进去 从酒吧领班口中了解到 当晚小迪和老板发生了争执 老板生气他延误乐队上台时间 小迪也不甘示弱地表示大不了不干了 那时候小迪看起来也正常 老板离开后 只有前厅的小李去给小迪送过饭 按理说前厅不用给他送饭 但小迪最近和小李走得很近 有人说他们关系不一般 小迪一直住在小李家 小李称自己给小迪送完饭 大概10点20分就离开了 离开的时候 房间里只剩下小迪一个人 孟队反复思考着几个人 接触小迪的时间线 他们中间或许有人说了谎 但他们都没有作案动机 法医对小白鼠进行实验 发现只要1.5毫升的空气 小鼠就能立即死亡 由此可以推算出 人的身高体重 至少需要50毫升的空气 才能立即致死 通过对小鼠的解剖 发现小鼠的气栓也在心脏部位 和死者相同 刚才法医注入空气的速度很快 对心脏的压力加大 如果是人的话 注入50毫升的空气进血管 至少需要两分钟 气栓在血管及心脑部位形成栓色 或者气泡差不多需要5分钟 他挣扎的时间大概也需要5分钟 前后加起来10分钟左右 孟队思来想后 还是觉得小李的嫌疑比较大 但他没有作案动机 且对小迪的感情很深 如果小李的嫌疑也被排除 现场应该还有一个人 那么这个人到底是谁呢 只能寄希望于最后离开的小李 小李提供了许多照片 称小迪曾告诉自己照片上的这些男人 都跟他好过 小何注意到这些完整的照片里 有一张合照男人被撕掉了 小李称男人是酒吧里的一个神秘客人 大家都叫他金老板 照片是被金老板撕掉的 上周小迪过生日 喝多了和金老板发生争执 小迪说了很多不中听的话 金老板一气之下 就把和小迪的照片撕掉了 大家都不知道这个金老板叫什么 只知道他开一个奔驰车 孟队小何重返案发现场 将所有线索重新捋了一遍 我觉得这个神秘人物 应该是在九点到九点半之间 那两个摇滚客手来之前进屋的 而且他会藏在什么地方 一个不被人注意的地方 扫地的徐大姐说 这个屋子不是每天都打扫 要是没有人进来 他就不打扫 孟队检查着碧柜的这个小空间 果然发现了一根毛发 通过奔驰车这个线索 小何很快找到了金老板 经过DNA对比 确认碧柜底下的头发属于金老板 金老板便称 前几天曾帮小迪找过一次鞋子 钻到那下面去了 对于他车上找到的橡胶手套 他表示自己没有戴过橡胶手套 但这一说辞也很快被孟队反驳 假如他没有戴过橡胶手套 那么碧柜底下肯定会有他的指纹 清洁工明明没有打扫过这个地方 但碧柜下却没有他的任何指纹 他找鞋的谎言不攻自破 毕竟没有什么人会戴着手套找鞋 他戴手套找鞋 只有一个目的 你怎么来了 要不是刚才那几个人在 咱们不就早见面了吗 吃我的喝我的 给你钱我还让你嗨 给你租房给你车用 你对我怎么样 好 以为我眼睛揉沙子 背着我找别人 金老板件事情已经败露 只能说实话 他因为与小迪的矛盾 对小迪怀恨在心 所以杀了他 事已至此 再多的狡辩都没了作用 等待他的 只有法律的制裁 男人出差回来却意外发现 相爱多年的女友躺在地上已经死去多时 男人迅速报警 警方赶到现场 发现女人脖子里有一处亲子 除此之外没有别的外伤 而现场门窗都是完好的 桌子上有一个电话簿 上面有一串号码 男人自称是女人的男朋友 二人已经同居一年 前天被公司派去太原谈生意 一下飞机就给女友打电话 但没人接 打去公司 他同事说他今天没去上班 就连忙回家来找他 到这个时候发现门是虚掩的 进去就看到了女友周芳的尸体 为了证明自己话里的真实性 还从包里拿出了自己 从太原回来的机票和登机牌 法医通过对尸体的解剖 发现死者周芳是窒息而死 死亡时间在11个小时 也就是昨天晚上的10点钟左右 死者生前曾奋力挣扎过 颈部有明显的抓痕 没有受到侵犯 且死者已经怀孕两个月了 从房东口中了解到 周芳朋友很多 经常带不同的朋友回来 有时候音乐声麻将声 吵得人脑磕疼 5月2号那天很晚了 他家还放着音乐 根据现场门窗 没有被破坏这一点来看 作案人应该是从正门 进入到房间里的 熟人作案的几率比较大 从作案的手段来看 不太像是一般的入室盗窃杀人 现场的凌乱 更像是凶手有意制造的假象 最明显的一点是 钱包里的现金被拿走了 但死者的手势都还在 要是盗窃杀人 肯定有足够的时间带走手势 现场除了周芳的指纹和足迹以外 没有别人的 现场明显被凶手打扫过 房子里的钥匙除了周芳就只有郑雷友 孟队认为虽然郑雷友不在场证据 但还是要作为第一嫌疑人排查 另外要扩大勘查及问询范围 对周芳的朋友 及最近去过他家的人重点排查 案发现场发现的电话簿 或许也是一个重要线索 要对上面的电话号码逐一排查 重点关注案发那两天打进来和打出去的号码 小徐小和来周芳公司调查 在他的工位上 眼尖的小徐发现笔记本上 也有一组号码 从周芳领导口中了解到 周芳平时工作认真 但总有点不切实际的幻想 比如总想着发大财 平时最要好的同事叫刘志刚 两个人总爱开玩笑 也从一些同事口中听说过 二人不是一般的同事关系 刘志刚称自己和周芳是同事 没有别人说的那么暧昧 对于他的私生活也并不了解 根据对周芳电话簿上的号码进行排查后 发现案发当天 周芳一共打出了七个电话 接到了五个电话 排除不相关的电话后 其中一个是打给男友的 还两个声讯电话 另外两个是工作电话 另外一组号码和办公室笔记本上的号码一致 经查证是最近一期的彩票特等奖中奖号码 奖金是五百万 孟队立刻意识到 这张彩票或许是破案关键 经过调查 周芳当天拨打的声讯电话 是和对彩票中奖号码 和有关对奖流程的 现在的关键是彩票是他自己购买的 还是别人的 如果是他自己的 现在彩票在哪里 如果是别人的 那他为什么这么关注呢 他的死是否和这张彩票有关 为了弄清楚这些问题 小徐小和再次返回周芳公司 对熟悉周芳的同事进行询问 同事说周芳公资不高 所以幻想中奖 但还不如人家刘志刚呢 平时不买彩票的人 买了一次就中了奖 但具体数额怎么问他都不肯说 从领导口中得知 刘志刚这人脾气很大 还有点缺心眼 工作上爱耍小聪明 经常把事情推给周芳做 周芳也乐呵呵地帮他 但二人关系不错 领导也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案发那天上午 还看到二人上班的时候 在说悄悄话 很亲密的样子 自己也看到过周芳的男友 好像对他挺不错的 真不明白 现在的年轻人是怎么想的 外头一个公司一个 但具体不知道 周芳的两个男朋友 有没有见过面 梦队再次对刘志刚进行了询问 得知案发当天他在和朋友喝酒 之后就去了经理呢 闲聊到十二点多才回宿舍 不相信可以去问同事和经理 通过对同事的询问 也符合他的说法 经过调查 郑磊确实去了太原出差 周芳和家里联系得非常少 所以家里并不知道他买彩票的事 梦队则根据刘志刚的说法 实地测试后 发现他顺路去周芳那坐一会儿 也不是不可能 如果郑磊在太原不是凶手的话 那么最有嫌疑的就是刘志刚 刘志刚被传唤到了局里 他并不承认当晚去了周芳住处 但梦队已经从出租车司机那 带来了他当晚从周芳家 打车到经理家的车票底帘 还有交管局提供的 他在出租车上的影像资料 这些都可以证实 他是当天晚上9点55分上的车 10点15分下的车 面对铁证 刘志刚终于开口 称自己被周芳欺骗了 当天上午周芳在办公室 告诉自己他怀孕了 是自己的孩子 当时自己又惊又喜 马上打电话告诉了父母 还约定过年的时候 把周芳带回去准备结婚事宜 可下午的时候 就接到周芳男友的电话 说周芳肚子里的孩子 根本就不是他的 周芳在外面 跟很多男人都有关系 刘志刚不过是其中一个而已 而且周芳也说孩子是正类的 以此向他要钱 当天晚上和同事喝完酒 越想越气 便借口去经理家 然后打车去了周芳家 二人没说几句就发生了争执 随后他便借着酒镜掐死了周芳 伪装了现场后离开 他知道周芳有深夜 大声放音乐的习惯 所以临走的时候 还不忘打开录音机 之所以杀了周芳 是因为自己非常爱他 一直以为自己是他唯一的男人 没想到他一直在欺骗自己 当自己质问他 是不是跟很多男人 都有关系的时候 周芳居然承认了 还说这很正常 是他思想封建 他的这番话 让刘志刚彻底疯狂 当孟队问起彩票时 刘志刚表示 他知道周芳买了很多彩票 出事那天上午 周芳曾跟自己说 他中了特等奖 自己以为他在开玩笑 就没有在意 但不知道为什么 最近公司总有人 传出自己彩票中奖的消息 当孟队告诉他 周芳确实中了特等奖五百万时 刘志刚直接愣住了 随后傲恼不移地表示 自己上了郑磊的当了 郑磊很快被带回局里 他表示中奖的彩票 是周芳死前交给自己保管的 自己并没有杀他 毕竟自己才是他的正牌男朋友 案发后之所以没提 也是觉得反正周芳都死了 还要钱干什么 反正这件事也没人知道 便打算把彩票占为己有 说完还不忘给周芳泼脏水 周芳是个不知廉耻的人 脚踏两条船 自己早就想离开他了 可周芳却告诉自己他怀孕了 要跟他结婚 说实话 自己不确定孩子是不是自己的 但可以确定的是自己没有杀他 孟队推测 发现周芳中奖后 他就产生了杀人掠财的想法 盘算了一个上午 认为自己在出差 刚好是个好机会 就搭乘长途车 从太原回来 给刘志刚打了电话 他知道刘志刚是个有勇无谋 一急一怒的人激怒了刘志刚 借刀杀人 为了扰乱警方视线 还在刘志刚公司 放出刘志刚中奖的消息 郑蕾承认 当天一直尾随刘志刚来到周芳家 听到二人发生争执 他就知道自己的计划要成了 刘志刚杀了周芳后离开 自己进屋找到彩票 拿走后赶大巴回到太原 第二天一早坐飞机回来 随后假装刚发现周芳的尸体 报警 当他还在庆幸自己的计划周密时 孟队拿出DNA报告 报告上显示 周芳的孩子的确是郑蕾的 得知了真相的郑蕾后悔不已 却也为时已晚 这天一组施工队 来到一座废弃煤药里准备施工的时候 却意外发现了一具被烧焦的尸体 便迅速报了警 警方赶到现场 在现场发现了一个登山用的鹰嘴锤 和一个便携式铲子 经过尸检 发现尸体为女性 身高163 这是经过高温考制后的高度 她本人身高应该是超过163的 窗伤面积很大 不符合鹰嘴锤的窗面 她真正的死因确实 肺部里的肺炮被煤灰占据 她是被煤灰呛死的 根据死者的古灵分析 青年龄大概在25到27岁之间 死亡时间大概是去年的10月初 现在寻找女尸的身份有点困难 只能先对去年10月份左右的失踪人员进行排查 又把煤药老板叫来问话 王老板表示煤药去年7月中旬 上面紧抓煤矿安全要求关闭 再开的话要罚款 所以一直停着 最后一次下警是7月14号 但疯狂不久 底下莫名其妙地着了一次火 大概是10月初的时候 因为村里一直有句谚语 10月移送寒衣 都觉得不吉利 所以也没敢下去看 经过对失踪人口的排查 并没有发现跟死者有关的线索 现在只剩下一个办法 就是利用颅骨成像 复原出死者生前的样貌 另一边的小光 也在对现场发现的锄头和铲子进行检查时 发现锄头的柄上有个大写的字母 L猜测是主人名字的缩写 另外锄头上的血迹并不属于死者 或许是凶手的 但在上面却没有找到任何指纹 郭队猜测应该是众人调查的时候遗漏了什么 于是安排警员再次返回现场调查 颅骨成像很快恢复了死者的样貌 小光根据死者的面部特征 调查出了死者身份 死者是个网络写手 叫绿光 是有名的美女作家 经常在网上发表小说 最著名的就是还没写完的长篇小说 风烟滚滚 主要内容是写 一个诗人和一个白血病姑娘恋爱的故事 绿光所在的出版社老板很快被叫来局里问话 他表示绿光之前曾跟自己提过一次 男朋友是一个户外运动爱好者 在他的小说里 也写到过不少关于野外生存的情节 描写得很生动 没有野外生活经验的人是写不出来的 但当郭队询问绿光的真名时 他却一问三不知 只表示关于绿光知道的很少 但他常去一家酒吧 和那里的老板是朋友 或许可以问出更多线索 随后他又称自己公司不光绿光失踪了 还有一个叫火狐狸的携手 也联系不上 据他所知 这个火狐狸和绿光有仇 总在网络上发帖子骂绿光 骂得很凶 跟有深仇大恨一样 但他又好像非常了解绿光 每次都骂到绿光心坎里 绿光却也不生气 随后三人来到绿光常去的酒吧 从老板娘口中得知 绿光真名叫张希 跟自己是同一个县城出来的 绿光性格很刚强 说话很直 是个敢爱敢恨的人 曾交往过一个户外登山的男朋友 有一次二人在这里吵架 直接你一巴掌他一巴掌的 只看着众人目瞪狗呆 当时询问他们吵架的缘由 绿光只是哭 也不说 过了几天喝多了 他才说他想跟男朋友结婚 但都怀了两次孕了 男朋友都不让药 还说如果不能嫁给他 死了也不让男的好过 这个男的好像叫什么东升 根据酒吧老板娘提供的线索 郭队带着小光找到了绿光的住处 在房东的带领下打开了门 发现房间垃圾桶里有带着血迹的毛巾 背包里有其男友张东升的证件 墙上贴满了二人的合照 而另一边 在窑洞里勘察的小徐 发现井下运输车的边缘有血迹 而小猪则不小心一脚踩空掉到了洞里 意外发现洞里还藏着一具干尸 尸体很快被带回局里 经过法医解剖 发现这是一具男尸 身高一米八 经过高温的烤制 已经风干 但与女士不同的是 她的肺部没有粉尘 也就是说 没曾燃烧以前 她就已经死了 但最令人感到奇怪的是 她的男性特征被割掉了 一般这种行径多为情杀 绿光是被烤死的 这具男尸则是死后变成了干尸 之前推测绿光是受害人 现在这么一看 绿光也有点杀人凶手的意思 他应该是杀了人要离开的时候 恰巧碰到没曾自燃 所以被活活烤死了 现在要先确认死者的身份 郭队怀疑他或许就是绿光的男友张东升 张东升父亲被叫来局里 他确认眉窑中的锤子铲子和背包里的物品都属于儿子 经过检测 运输车边缘的血迹属于绿光 他应该是离开的时候 头部不小心撞到了井下运输车上 所以被撞晕了过去 在昏迷的时候 吸入了大量的烟雾粉尘 导致了呼吸衰竭死亡 而绿光家里发现的血迹 其鹰嘴锤上血迹是一致的 根据张东升父亲提供的血液样本 经过DNA比对和男尸相同 因此确认男尸就是绿光失踪的男友张东升 据调查 张东升去年九月中 带领登山俱乐部去西藏进行野外生存训练 9月29号 这个团解散后 就再也没人见过他了 这也正是案发的前一天 而小光 则把火狐狸骂绿光的所有帖子 都看了一遍 有一条说 绿光用伪崇高想象出的伪爱情 来赚取读者的眼泪 绿光这种可笑的伪纯情 只会让人觉得男主东升是个伪男人 虚伪的像是个被阉割的男人 或许火狐狸才是阉割张东升并杀害的凶手 有了这个猜测 郭队让小光调查火狐狸的IP地址 希望以此锁定他 经过调查 发现他所有的帖子都来自一个网吧 只有一个是宽带地址 郭队带着小光到网吧调查 却一无所获 根据宽带地址发现 火狐狸所在的小区跟绿光是同一个 此时郭队接到局里电话 称调查张东升车子的警员调查道 张东升的车被煤矿老板卖掉了 煤矿老板支支吾吾地表示 去年一个拉货的兄弟找自己说小没腰的山道上 停着一辆大吉普车 由于担心别人惦记自己的没腰 就带着兄弟上了山 没走多远就看见地下有手电筒的光 借着光亮就看见一个人在那买死人 用铁敲的那个人是个女人 还一边买一边大叫 就在这个时候 就听见警下嗡嗡声越来越大 经常下警的人都知道 这是要出事了 便连忙大喊一声要出事了 让那人快跑 说完就拉着兄弟跑了出来 可刚出警口 就听见警下传来巨大的爆炸声 紧接着就是熊熊大火 直往上窜 自己和兄弟在那等了很久 都不见洞里的人出来 估摸着肯定是被炸死了 烟太大 也不敢进去看 便和兄弟约定今天的事谁都不许说出去 二人就把车开走卖了五万块钱 车上当时没啥值钱的 就登山绳 充气床 衣服鞋子 手电筒等 突然他想起来 当时后备箱里有血迹 本来能卖六万的 因为血迹 被那黑心老板又砍了一万 当时也是因为卖了车 也就没报案 但他担心日后警方查到自己头上 就把后备箱沾写的地毯拿了出来 就放在家里的杂物间里 经过比对 车里地毯上的血迹 属于张东生 他是被杀后 拉到矿井的 而那个宽带地址经过调查 发现属于绿光家 由此确定绿光在网络上和火狐狸的骂斩 属于自导自演 火狐狸就是绿光 绿光就是火狐狸 由此可见 绿光有点分裂 或许火狐狸的帖子里 说的才是绿光的心里话 火狐狸骂男主东生虚伪用情不专 其实都是绿光真正想说的 郭队推测了一下案发经过 应该是张东生解散了野外生存训练团后 找了绿光 二人因为结婚的事发生口角 最后绿光假意妥协 然后趁其不备一刀捅死了张东生 之后把尸体放在后备箱里 来到废弃小眉窑里埋尸 却没想到自己也被呛死在了里面 绿光和张东生 在小说里相爱 却在现实中成了一对怨偶 在一个农家小院里 突然传出一阵凄厉的呼喊声 小孩放学回来 便看到母亲痛苦地躺在床上 得知母亲肚子疼得厉害 男孩立刻跑去叫医生 没想到男孩离开后不久 女人便口吐白沫停止了呼吸 警方赶到现场 发现女人做了一大桌子菜 还没来得及吃 女人死亡的症状有点像中毒 但具体是什么毒 还需要进一步检验 小和小徐将一桌子的饭菜 一一取样带回局里调查 此时 人群中出现了一个脸上有刀疤的男人 看到这个情形 手里的蛋糕不受控制地掉在了地上 警方通过对村医的询问得知 当女人的儿子滔滔把自己叫来的时候 女人就已经断了气 自己看着像中毒 就连忙报了警 并表示女人名叫刘花 脑子不太好 犯起病的时候比疯子还厉害 拿着刀满大街溜达 还扬言要杀他男人 鉴于他的精神问题 所以平时都是给他开一些镇静类的药物 因为他脑子不好 为了防止他吃多 都是一周开一板 一板也正好是一周的量 您说 他会不会把这些药都攒起来 拿这些药自杀呀 自杀 你觉得刚给家人做好一桌子饭的人 想自杀吗 村医表示这个刘花以前总是喊不想活了不想活了 村里人都知道这件事 可能这次真的是自杀了 带着蛋糕来的男人名叫周勇 是刘花的丈夫 他表示自己不住在这里 并不知道是什么情况 老太太称儿子在城里打工 找了个比他小十来岁的狐狸精 平时就住在狐狸精那 不仅不要刘花了 也不要儿子滔滔了 二人已经分居快两年了 而媳妇刘花脑子不好 都是被混蛋儿子跟狐狸精气的 之所以今天回来 是因为今天是滔滔的生日 十天前就说好了 今天不吵不闹一家人吃顿饭 没想到就出了这档子时 小徐询问刘花一天的饮食 老太太表示中午是儿媳妇做的饭 吃的面条 二人吃一个锅里的 都没什么事 下午的时候自己不在家 刘花在厨房忙着张了晚上的饭菜 没什么异常 尸体很快被运回局里 法医经过解剖 发现死者胃里除了未消化的食物以外 还有毒鼠墙 而小光经过对刘花家里带来的食物样本检测 并未发现残留毒鼠墙的食物 但刘花的婆婆和丈夫 坚决不相信家里的食物没有沾到毒鼠墙 为了证实话里的真实性 还从矿子里导出了两只死老鼠 称是今天早上在厨房发现的 孟队觉得或许是漏掉了采样 于是决定让小河把各种食物全部重新采样 甚至连那两只死老鼠都没有放过 周永称昨晚住在自己妹妹家 家里没人 孟队观察着厨房 发现厨房门没有上锁 大门也没有被撬得很紧 经过对周永的询问得知 家里的钥匙一共有四把 一人一把 但刘花的钥匙却不见了 明明昨天下午自己出去打牌的时候还在 通过对死老鼠的解剖 发现他确实死于毒鼠墙 这就很奇怪了 昨天没有发现问题 今天却突然出现被毒死的老鼠 这中间一定有问题 现在能做的 只能继续调查取样 但取样结果依然显示无毒 问题到底出现在了哪里呢 周队将所有线索从头捋了一遍 因为是儿子生日 刘花临死前 给家里做了一顿丰盛的晚饭 这顿饭没有毒 做饭的原料也没有毒 可第二天 家里却出现了毒鼠墙 还毒死了老鼠 所有取样都没问题 或许是昨天晚上有人又下了一次毒 昨天晚上一家人都不在家 而勘查现场的警察是零点离开的 现在要调查的就是 零点到九点之间的这段时间 有谁去了刘花家 根据现场来看 门锁没有被敲 也没有翻院墙的痕迹 那个人应该是用钥匙开的门 恰巧刘花的钥匙丢失了 这把钥匙的丢失也从侧面证实了 刘花的死令有隐情 他绝对不是自杀的 但如果是他杀 根据以往的案子经验来看 佩奥的作案几率高达80% 这起案子也一样 周永的嫌疑最大 可他白天上班 四点上的公交车 五点半下的车 有不在场证明 而且公交车司机也可以证明 要说是情杀 他已经跟外面的女人同居了 刘花也没有妨碍他什么 还能帮他照顾母亲和儿子 他实在没有作案动机 小徐去了解了一下周永现任女友的情况 赵云 23岁 自己开餐馆 周永在他的小餐馆里当大厨 有时刻证实昨天二人一直在店里 二人没有犯罪记录 也没有仇家 案子进入了死胡同 孟队决定从毒鼠墙入手 毒鼠墙是国家明令禁止的药物 市面上买不到 要想得到这种药 肯定是通过非正常手段 通过好几天的明查案访 终于调查到了有一个外号叫麻子的人 在偷偷地售卖毒鼠墙 警方找到麻子 想知道到底有什么人 从他这买过毒鼠墙 麻子交代4月10号的时候 有个叫刘花的 曾来买过毒鼠墙 之所以知道他叫刘花 是因为他担心自己的药不好使 让记下他的名字 说药不好用还来退 但通过照片辨认 麻子却表示没有一个是刘花 从麻子口中得出的线索 可以知道早在4月份 就有人打算杀他了 还以他的名义买了药 家里门窗完好 这个下毒的人明显跟刘花很熟 小和立刻想到有一个人 可以让刘花毫无顾忌地吃下 他带来的药物 那个人就是村医小杨 但他为什么要杀刘花呢 他们无冤无仇 小杨根本没有杀人动机 根据麻子对买药人的描述 小光用电脑合成了 女人大概的外貌 但村之书还是一眼便认出了 这个女人叫白小宇 是村医小杨的媳妇 得到了这条线索 梦对带着小和赶到小杨家 白小宇一看到众人立刻心虚地低头 经过麻子确认 买药的人正是白小宇 经过审讯 白小宇交代所有的事 都是丈夫让自己干的 还说查不出来 自己只是负责买药 下药的是丈夫 小杨交代这一切 其实始作俑者是周勇 是他出的主意 让自己给刘花的药理下毒 因为每次给刘花的镇静药 都是蜜蜂的一板 没法下 所以自己单独包了一包给刘花 声称是给他找的偏方 有非常好的安神作用 刘花不宜有他 放心地服下 结果就毒发身亡 当时知道的时候自己吓坏了 但周勇信誓旦旦地表示出事了 他会扛着 这才放下心来 梦对不解 为什么他要冒那么大的风险 帮周勇杀气 小杨称周勇给了自己两万块钱 因为家里要盖新房 实在缺钱 从周勇口中得知 他之所以要杀刘花 是因为去年他曾拿菜刀 砍了自己的脸 今年大年三十回家过年的时候 他又莫名其妙地 拿菜刀追着自己满大街跑 跟他提离婚 他也不肯 还放出话说要么他死 要么自己死 周勇觉得不杀他 迟早得被他杀了 但是没想到小杨个蠢货 会选在儿子生日当天下毒 周勇担心警方调查到 刘花不是自杀 也猜到警察会调查刘花做的饭 便决定再下一次毒 所以当天晚上 周勇悄悄回家 在饭菜里下了毒 为了证明饭菜里确实有毒 还毒死了两只无辜的老鼠 而刘花的钥匙 则是儿子滔滔拿走了 他担心当天家里人多 妈妈的钥匙放在窗台上不安全 就藏到了书包里 想到自己年幼的儿子 周勇终于掉下了眼泪 但我认为 他哭并不是因为他后悔杀了刘花 也不是觉得对不起儿子 而是为了自己 即将接受法律的制裁掉眼泪 这种可以把母亲儿子 扔给身体不好的刘花照顾的人 到头来真正爱的只有自己罢了 感谢观看